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鸡胸肉不要再水煮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出锅又香又嫩比牛肉都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一斤的鸡胸肉 先把鸡胸肉的筋膜给它去掉 这样吃起来不会影响口感 然后再把鸡胸肉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往鸡胸肉中加入一勺料酒 再加入两勺生抽 再来少许的老抽上色 加入一勺蚝油 一小勺食盐 最后再来一些白胡椒粉 然后下手把鸡胸肉抓拌均匀 让鸡胸肉充分的入味 抓拌至上色就可以了 接着再往鸡胸肉中加入一勺淀粉 再加入一勺清水把淀粉稀释一下 加淀粉可以使鸡胸肉更加嫩滑 吃起来鲜嫩不柴 抓匀之后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加食用油可以防止下锅的时候粘连在一起 抓匀之后放一边盐制20分钟 这回我们准备几颗蒜瓣切成薄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准备一根大葱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个红椒把纸去掉 然后再把红椒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小长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胸肉放进来 再用大火把鸡胸肉炒至变色 时间不需要炒太久 炒至8分熟就可以盛出来了 然后把鸡胸肉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锅里再次倒入食用油 把葱姜蒜放进来 把葱姜蒜炒出香味 接着把鸡胸肉放进来 红椒也放进来 然后再把这些食材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加入一勺生抽 再把鸡胸肉翻炒入味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最后再加入一把小葱 再把鸡胸肉翻炒片刻即可 尽量的保持鸡胸肉鲜嫩的口感 炒好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 最后把鸡胸肉装入盘中美味集成 一道非常好吃的炒鸡胸肉就做好啦 鸡胸肉这样做色香味俱全 吃起来又香又嫩 真的特别的好吃 比吃牛肉都过瘾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